大家好 我是孫韻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兩個字 陀螺 先講講講故情況 今天講故表演英俊 大幅高開之後 曾經升超過400點 極之逼近29000點 不過其後升幅稍微收窄 最後全日有300點以上的跡象 全日升332點 收28875點 成交都不錯 有1,000億以上 1,124億 今天升得厲害 有兩類股份特別厲害 一類就是豪島股 包括這隻銀魚 因為博菜收入不錯 升7% 厲害 另一類就是科技股 受到中美貿易戰稍微緩和 科技股升得不錯 瑞昇 信譽都大幅上揚 其中信譽升成9% 勝幅是藍籌中數一數二 講回整個市場的情況 今天市就升300多點 成交過千億 很久沒見過了 好像是不錯的 但深入一點看 整個情況並未像升幅以成交顯示那麼厲害 反而顯示市場人士仍然偏向官網的態度 為甚麼這樣說 官網是甚麼呢 怎樣看見官網呢 可以從兩方面來說 第一方面就是技術面 技術面 你看看恆生指數 國企指數的陰陽足圖 你都會發覺投資者仍然在等 為甚麼這樣說呢 就是回到點題的兩字 陀螺 恆生指數也好 國企指數也好 甚至美股也好 都會出現一個陀螺的訊號 陀螺的訊號 陰陽足來講 是代表官網 很擔憎詞 大家正在觀望的意思 就是這個了 恆生指數就見到了 這樣的狀況 好像小朋友玩爆船陀螺那樣 當然 以前的陀螺 現在爆船陀螺比較複雜 總之陀螺的狀態顯示 是像在觀望 其實國企指數也是一樣 這個亦是陀螺 無獨有偶 與此同時 看到道指 升得不錯 超過117點 但是他的訊號仍然和恆生指數相差無幾 都是手長 腳長 觸身短 看起來是否好似呢 都是手長 腳長 觸身短 當然相對而言 顯示陀螺 是一個投資者在觀望中 技術上來講 而且為何沒有今天的升幅以成交顯示這麼厲害 從另一個技術的現象 給大家看看 升了一天之後 無論是亞洲股市 歐洲股市 都是出現軟軟的狀況 不能繼續上揚 建於上證指數 昨天 第一天入市 中美貿易談判出現好消息 第一天入市 大幅上揚了上證指數 但到今天 已經不能進一步上升 都是出現近次陀螺的走勢 都是顯示 好淡在觀望中 其實歐洲股市 今天開始也是 都是初步偏遠的 初頭 昨天做好之後 今天又偏遠之換言之 升一升之後 大家很有不敢再賣上去 都是在等待一些東西 技術面就是陀螺來顯示出來 與此同時 從基本面都發覺 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一方面 剛才提到 昨天至今日 股市做好 都是跟中美貿易談判有好的進展有關 周末出現 周末 周末 部分率先反映 港股今天才反映 但從深入一點看 所謂有好的進展 都是比較預期之內 其實沒有什麼重大的突破 雖然雙方並未 特別是美國 沒有向中國的3,000產品加徵關稅 這是好的 並未出現大家很害怕反抬的狀況 還承諾繼續談 但其實這幾件事都是大家預期之中 大家都傾向相信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特別是早前看到特朗普打壓 要求和習近平主席談電話之後 大家都預期美國會稍稍 如果這方面 讓步不會立即加徵關稅 所以這個情況 從大家預期之內 所以有些大行認為 其實整個談判沒有什麼新的進展 中美貿易談判 現在只是再談 再談 只要再等 談得如何 甚至乎像大摩的說法 沒有進展之餘 還說 現在這樣的狀況 即是美國經濟的陣痛 在這樣的程度 不足以令美國大幅讓步 只要很難和中國妥協 除非怎樣才會妥協 就是美股出現大幅調整 可能迫使美國和中國妥協 於這種情況下 大摩估計 第三季 美股出現10%的回調 換言之 從中美貿易談判的角度來說 是好 但不是太好 不足以支持的事 不斷閉閉閉閉 大家反而還要觀望 看看接著談得如何 這是第一個觀望點 第二觀望點就是 今天有報導說 美國計劃向歐盟開徵40億產品開徵關稅 主要因為歐盟對民航客機補貼 民航機公司對空中巴士補貼 所以要開徵關稅 例如歐美貿易戰好像有少許火頭出來了 究竟要怎樣 所以大家觀望一下 所以貿易方面有兩點觀望 就是中美談判的點 第二 美國和歐洲會打上來這兩個觀望點 除了貿易大家要觀望之外 經濟也是 看看圖片 這就是美國十年期國債知識的圖片 看到仍是窄著兩離邊水平 這件事 市場仍然對美國經濟後市 比較審慎 比較觀望 不敢看得太好 即使美談判好像好一點點 但也不敢對經濟太樂觀 仍然偏向吸納債券 即是防守性多一點 這樣的情況 所以換言之 大家仍然觀望著 美國未來出現的經濟數據 恰恰 今個星期 美國重磅的經濟數據就會出爐 包括甚麼 星期三 星期三是ISM的製造業指數 這個六月份 接著會出ISM的復媒指數 都是六月份 到星期五就更加重頭戲 就是美國一個月一度的就業數據 這幾個是 就是 給大家看到 美國經濟 到今時刻 究竟的狀況是怎樣 所以在這樣的觀望氣氛濫厚之下 大家就會先等待 所以升了一日之後 反映了中美貿易談判的情況之下 就不敢再大手賣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恒生指數雖然今天的走勢不錯 突破了小箱頂 兩個綠色鑽咀子柱 補回紫色鑽咀子柱的下跌後 以致升穿一百天線 整個走勢不錯 技術上 但是 看完陰明玉竹圖的陀螺 加上看完剛才說的基本面 觀望因素之後 大家都可以偏向觀望多些為主 不要太過進取 好了 整個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